有三层 楼上这一层是最舒服的 比较凉快 到船尾去看看 后面就是海鸥了 海鸥在后面 HELLO 大家好 我是奶爸威廉姆 我们现在已经到苏拉塔尼这边的一个码头 这个是前面那个三角的房子 三角房子里面买那个秤客票 我们现在已经到苏拉塔尼这边的一个码头 小孩子的话是75株 成人的话是150株 汽车是470 苏拉泰尼这边有两个码头 一个码头是这个 还有一个码头是在那边 右边的 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之前一个看一个朋友 他告诉我这个码头的船 比较舒适比较快 所以我选择这个 晚上的话是5点钟最后一班船 早上的话是6点最早一班船 我们刚才是在那个网上面买的这个 网上面买的这个票 我们也是第一次 还好是网上面买 今天是周末 我们差一点就没有赶上今天的这个船票了 所以还是有惊无险 在网上买的话 就是那个官网 我到时候会发出来 给大家作为参考 刚才那条路走错了 这里面有两条路 一条是现金支付和这个预约的 还有一条是什么用什么卡 就类似于这种 就类似于这种 处置卡什么的 那么还有一点 那也是我的经验嘛 也是问出来的 这个上面是15.30 意思就是说 现在是15.30 三点半的车子可以通行 像我们是五点的 那就上面要等到四点半到五点 这个上面才可以 才可以进去 前面那个三角形的房子 是买这个成人票 和乘客票 还有儿童票的 你像这个车 是一个人加一个司机 一共是470株 目前为止 也只有这一点 我们搞清楚了 别的我们暂时还没有搞清楚 好了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上码头了 驾驶员和车 是捆绑在一起的 那么拿一张票 收据 这个是由驾驶员 全保管 然后驾驶车内的这个人 副驾驶小孩子 是不能和车一起上轮渡的 这一点我们也告诉一下大家 就是人和车是分离的 驾驶员因为要开车的 肯定是和车在一起 我们是五点钟的船 四点半可以进这个闸道口排队 谷歌地图应该可以收到码头 别跑错了 好了 我们终于上这个轮渡了 我是第一辆 头牌对吧 前面就是这个跳板 后面那么多车 我们准备上楼上 到楼上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带一把威廉 现在我现在在轮渡上 给大家看看这个轮渡的风景 非常漂亮 看到吗 远处的风景 非常美啊 太阳就在前方 后面的海岛 就是岛屿了 风吹得舒服 风吹得特别舒服 而且今天海浪也不大 非常棒 还有海鸥 太阳面 你不要看下去 太好看 太美了 这个船一共有三层 楼上这一层是最舒服的 比较凉快 到船尾去看看 后面就是海鸥了 海鸥在后面 大家好,我是奶爸William 昨天我们晚上大概7点左右 7点多到苏梅 上了苏梅以后,我们简单休息了一下 吃了个晚餐 就找着休息了 今天我们准备去一个 这边有个观光庙 我们想去看看 观光庙 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我们来到一个 这个是一片观景台 这边有一个 在我们的前方有一个 土地公公庙 应该是三省 到了这边 就是摩托车也好 汽车也好 当地人都会按下喇叭 按下喇叭 表示尊重 这个等于他们是像拜一拜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边 这边比较多的就是这种 半山别墅 面朝大海 看到吧 半山别墅 这边就是海 这边是山 面对着大海 好,我们来到了这个 苏梅岛观地省庙会馆 观光 观光 观光在看书啊 夜灯春秋 找个地方停车 观光 观雨 勇敢孝顺门 我们上去看看 左边红色是勇敢门 右边是孝顺门 站着爬坡 比进衣不能进去 短裤长 这个掉带上不能进去 好 我们拜了一拜 我们就和观光说再见 观光面朝大海 一边看海一边读书 中人不二 中心不变